前一開始就哭了耶 為什麼會想到什麼 我努力的讓眼淚沒有流下來啦 但是真的 其實如果可以的話 我是想要走 決題路線的 因為 其實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耶 可能前面在介紹我出來的時候 一連串的VCR 真的是記錄了我 重回歌手身份的自己 然後 一路走來 從05年正式 個人專輯發行之後 到現在也七年的時間了 感覺真的時間過好快 然後這中間因為 一路都忙下來所以 並沒有意識到說真的 已經七年了 然後剛剛那個短短的路程 真的讓我 很感動很感動啦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耶 其實真的剛開始出一張 第一張個人專輯的時候很多人不看好嘛 因為之前又是偶像團體出道 又拍偶像劇 然後又主持綜藝節目 所以大家一定會給我很多的標籤 好像看到了我的成長 也看到了成績 所以就忍不住 眼淚其實一直很想 整個過程都很想哭 包括剛剛唱歌的時候一直努力的忍住 因為我想說這又不是那種演唱會 那種演唱會 如果真的哭了好像有點丟臉 大家過去一起打拼 再加上就是 我可以感受到他們一直以來 就很努力的想要 讓我更好 我覺得其實也 合作上也有個默契了 再來就 真的包括未來的規劃 我覺得未來的規劃對我還蠻重要的 所以其實 無論過去或是現在或是未來 其實我真的覺得 索尼是我非常值得嫁的一件公司 跟我求婚的人會比我美一點點 因為像這種 伊克拉的鑽戒就是真的很漂亮 然後我們可能在工作上看到了 或像今天收到了 那當然未來就是可能胃口會大一點 但是我說胃口大不是說我要 走大鑽戒的路線 是我本身很喜歡中性的東西 所以中性的東西就是要用 非常無數顆的碎鑽所組成的 所以我就覺得應該會更昂貴吧 可是其實說真的啦 如果你找到一個幸福的人 對你來說其實物質上的東西 真的不算什麼 你剛剛看影片看到你自己眼前的造型 感覺怎麼樣 我只能說 最大一點說啦 有英靈風潮的意思 因為從曖昧的妹妹頭出來開始 非常多的髮廊甚至燙髮的公司 然後到遇上愛那個販賣髮庫的人 他們是不誇張耶 留言寫信也好 非常多學片般的 飛來告訴我感謝他們整個生意附輸 因為以前其實很多人都覺得 戴髮褲是很好像 感覺好像是媽媽 比較好照顧小孩的一個造型 一路上其實在髮型上我一直都是 希望是盡量走在比較前面啦 希望盡量 但是我就很努力的 想要讓大家可以看到很新的東西 但最主要是 我的企圖心是來自於就是每一張專輯 無論造型或是曲風 很多東西都要有一些轉換 然後水母頭這個東西 是最受爭議的一個髮型 那我剛剛在後面偷瞄的時候想說 哎呦現在我不知道我敢不敢剪 但是當初我一點都不會後悔 我好喜歡那個造型 其實我覺得很多髮型造型都是要配合 當下的整個image啊 整個曲風跟當時的年紀 所以我覺得我都很滿意當時自己 所做的東西 然後更重要的是我身邊專業的團隊 替我打造的 就是很開心很謝謝他們 通常很擔心廠商會覺得說 一直不停看到我 可是當然就像我剛剛說的 其實在演戲也好 我挑選的角色跟我唱歌 在音樂上面曲風造型等等 我一直都很比較多變 我不喜歡打安全牌 所以當然在廣告的部分 如果廠商有不同的類型 不同的商品 我一定會做不同的表演 所以真的很謝謝他們 其實2010年的4月份 登上小巨蛋已經是一個 很棒很棒的實現夢想的機會了 但是其實在還沒有小巨蛋的時候 當然很多藝人的指標就是指向紅館 那今年底終於要站上這個舞台 以前站上的舞台都是因為當嘉賓 那這一次有自己個人的表演 我很期待 而且絕對不會讓大家失望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見證我 夢想實現的那一刻囉 那當然在年底紅館可能距離現在還有點遙遠 所以沒關係 在9月22號在台北的New Studio 我會先暖個身舉辦想幸福的人這個新歌的售票演唱會 所以大家可以先來 明天開始賣 明天是我專輯發行的日子 想幸福的人就發片了 然後同時演唱會的售票日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的專輯 支持我的演唱會 謝謝囉 謝謝 謝謝